欢迎各位观众再回到我们行报财经台 那么刚才那么我对这个稍微当作理 我自己的结论认为这个石化工业 在这个过去替台湾创造经济奇迹 那么这个所谓八千年后的石化工业 我说它在我看来是有两新 就是所谓的新技术新效能 那么三高我们刚刚讲到了 是有所谓的高环平标准 这个等一下可能我们再分析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用高环平标准 第二个高附加价值 在GDP的产值上的确会创造出来 第三是高就业机会 刚刚讲到高就业机会 我们这个谢明慧执行长说 飞水不落外人田 就是不要把我们那么好的东西 这个给了人家去 就再怎么样找台湾一块地 但是要怎么找 这也是一个问题 来 明慧你是不是补充一下 我这觉得很奇怪就是说 这个案子是在民进党的 执政的时代定的 那刚刚所有定的人 全部都反对 为什么他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 那决策思维是为什么 没有概括一致性呢 那我们就我们来讲说 我们台湾的生存的面脉是什么 台湾所有资源都没有 就靠着我们的竞争力 我们把我们辛辛苦苦的脑力 化为我们的资产 那今天有人出来要投 要投那个国光石化的产业 投资的今天是高达6000亿 而且不是只有政府投 政府只有43%而已 那包括了中签啊 那个合同啊 他们构成整个 整个才有6000亿的整个规模 好 政府把整个国光石化产业 希望以化为民间 就是为了希望减少主力 好了 现在主力 来的人家国光石化 所有的民间机构 投资了那么多 那如果你告诉我今天 我们的政策不能延续了 今天要终止了 所以我们要找一块地 后市到其他地方去 我再花个5年 或花个10年 你告诉我那些投资者 那个陈务雄他们要异库无泪啊 所以如果说 好 如果就这个状况 以台湾竞争力的论坛来讲的话 我们绝对是反对一个正确性 没有延续性 喊中止就中止 然后就在损失水来赔偿 好 心心喊话 对 损失水来赔偿 这个也是重点 不过我们这一段时间比较有限 的确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看起来很奇怪 真的在这个2000年到2008年 那是执政的那个时代 为什么他们说 在之前说要废 然后后来还执政以后就继续做 我当时有我自己一个解释 就是说当你给了你执政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很重要 不能轻易废止 可是当你下来的时候 可能那是一个选举的素材议题 因为只要你说健康问题 安全问题 好像民众一定支持者多 因为环保现在太重要 因为环保意识抬头 我不知道这环保和经济的冲突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请一下我们这个陈教授 您再补充一下 我很快做补充 第一个 比如说 其他国家 刚刚执行长有举美国 日本 新加坡威力 那以西的致己率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台湾的数据 1990到2000年的时候 我们的以西致己率不到四成 大概40% 我们那时候的年 年的那个经济成长率是6.2% 2000年之后到现在 以西的致己率都是95%到100% 甚至有超过100%还有外销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3.2% 所以以西的致己率跟经济成长率 不一定是直接画上等号的关系 这是用台湾过去20年的资料 第二个 石化产业里面 我们就要心平气和来看说 对我们的经济到底贡献多少 我们用广义的石化产业里面的 上中下游全部加起来 这个主技术里面有把它做统计 对GDP的贡献以2009来讲才4.6% 它的整个就业的人数 如果是上游跟中游是3万3千个 那整个的上中下游是大概40几万个 占我们整个目前的总就业人数 我们有1000大概50万个 所以它的比例呢 当然不是很大 现在今天我们不是反石化产业 如果反石化产业 那我们今天搞不好麦克风 什么都不能用了 我们是认为台湾的整个石化产业的发展 不应该继续扩充下去 所谓的不应该继续扩充下去 是它因为在温室气体上面 在耗冷使用 我们刚刚都还没有讲到 石化产业它所使用的能源 它对GDP的贡献4.6% 在我们的全台湾的能源 使用耗冷超过三成 这个再拿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 它是一个低 output 高 input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当然同意总经理讲的 要往高值化的部分 这个为什么我们石化的塑胶产品 同样的在出口的时候 也同样在进口 因为我们进口别人家的 那个高值化的塑胶产品 我最后只讲一个就是 因为这个不应该受到两党的 政治因素考量 而是大家要心平气和地做下来讨论 可是我们从头到尾要求我们的经济部 要求我们的政府 甚至请立法委员 现在立法委员应该是愿意办了 针对所有石化产业的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如果对我们经济很影响 我们应该做下来心平气和地 办一个把它谈清楚 我们只有这个诉求 其他没有什么 是好谢谢我们陈教授 不过陈教授你刚刚说 1990到2000年 我们的乙烯的这个 积极率是多少 是成 后来呢 后来现在有95到100% 但反而我们GDP是从6点多 我们之前平均是6点多 这个我们在经济学 这个数我直接不好意思 如果等号的左边 这个被解释变数的右边 只有一个解释变数 就是乙烯的话 得到一个显著的负效果的话 这个表示不可行 但是在解释变数里面 放入政治人物的领导 譬如早期 甚至有人说 90年是谁在执政 它包括两岸的关系 包括一堆 如果把解释变数是 整合的考虑 所谓的模型设置是合理的 搞不好 我们乙烯其实越多 其实创造越多 只是被其他副效应打掉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我不知道 基本上不能只把乙烯的 就是我们这个创造 自己的多余少 直接画上经济等号 这样子会误导民众 我怕这样 但是我觉得陈教授的数据 有很多都非常写实 也很棒 我觉得政府的确 也应该是在听两边声音来处理 这是对的 不过基本上 但是如果只做一个数据 因为民众有时候 很容易被一些学者专家 或一个数据 就导入了某个系统 不好意思 再来我请教我们总经理 你怎么说 我们最后的重点 大家反对石化产业 说它是高耗能高污染 其实这些东西 都可以用技术来克服 全世界仍然还是发展 我刚才再强调 即使德国 这种这么先进的国家 它照样在国内发展 我想这个 沈志宏跟这个田秋景 这些委员到德国去看的时候 这些 这个德国政府也就是告诉他 我统统要发展 为什么 我在国内发展 我可以管制他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政府的管制力 现在民众对我们政府 大概信心不够 为什么 就是以往的发展 大家是注重经济的发展 把环保之类 有很多promise 就承诺的东西都没有做到 这也是我想 陈老师他们很care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做这环评 外部成本内部 我有算进去 所以我才有这个 这个GDP多少 我这个外部的成本多少 只是说大家对这个GDP 还是社会福利 有不同的这个解释 那没有关系 就是让专家去判递 国光石科现在还没有干 我一定是用最新的制程 还有最安全的制程 来降低民众的恐惧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这个 说我高昊仁的比较 你是要拿全世界的 清雄烈捷工厂来比 不是拿清雄烈捷 跟一个智协工厂来比 那是不公平的 这是比较背识 我想这个大家 没什么好否认的东西 所以国光石科还没有干 我是用欧盟的标准 来做能源的耗用 来做这个制程安全的检定 所以我有40年的 石化产业的工作经验 我自己身在其中 你说如果是石化这个产品 这么恐怖的话 那我早就该逃命了 我不会说我儿子 我孙子 我女婿都住在工厂 石化工厂旁边 所以我要做一个特别强调 就是很多东西是技术跟科学可以克服的 当然是由于日本的大义人 我也不敢讲人帝圣经这句话 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在辩认的时候 经常谈到这一点 谢谢 谢谢总经理 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 他女婿都住在国光石化的附近 因此他认为 高雄练用厂附近 对 高雄练用厂附近 也因此他认为 其实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民众 有时候听到的这么严重 可是把关之声音一定要有 要把关之一些学者专家 来作为慎重把关我觉得也相当重要 我们刚刚程教授也讲 政府要认真坐下来谈 因为只谈好不行 要谈一些负面的 我觉得最后的把关非常重要 我认为我是一个支持者 我可以在电视上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的立场是很坚决 可是我的态度尽量客观 因为我刚讲到了一些 不管用水 室地问题 健康问题 或者是排碳问题 都是问题 如果做好最大的把关很重要 过去中国大陆在经济文化冲突 文革走错了路 使得它文革落后了好多 我们台湾现在在高环保 我们现在是高环平的标准之下 如果环保的标准 高标到我们走错了方向 我们怕我们台湾的经济的未来 会产生问题 因此我们希望强调经济 也要环保 我曾经回答一个人 他告诉我我要选哪一个 我说选任何一个的都是错的 应该两者都选 把解散除所有的变数 丢到一个最好模式 跑出一个整体最佳化才是对的 他不能废弃如何做好最大的把关 如果真的把关不了才废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做一个solution 谢谢 也谢谢三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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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 谢谢 谢谢 ise